在今年的Bright严打行动当中,因为不清醒驾驶而被警方指控的有693人,而另外有625人因为血液酒精含量在50-80毫克之间而被警告停牌。相比之下,去年有682人被起诉,583人警告停牌。 省警表示,警方在去年加大了对不清醒驾驶危害性的宣传,本希望能够看到违章人数显著下降,而数字却令人失望。 省警表示,这次的统计数据将促使警方在今年加大力度打击不清醒驾驶的违章现象。